2011年10月份,前华市总经理江霞的住家,14号凌晨遭窃,损失珠宝和首饰等,价值约达新台币上千万元,江霞住家位于台北市永康街,他10月13日晚上没有回家,14日中午回到家时,发现大门从里面反锁,他直觉家中遭窃,于是打110报警,并找所将开门后,果然发现住家遭窃贼翻箱倒柜。 大安警分局侦察队长林志诚指出,歹徒疑似从隔壁工地架上两根长木棍爬入,入侵的地点为五楼窗户,刑警进行现场勘察后,发现现场并未留有明显指纹,刑窃的歹徒因为惯窃,可能戴着手套,不过,由于江霞家附近的监视器,还没完成验收,因此,尚无法锁定窃贼特征,警方只能就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追查。 江霞事发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失窃的东西是丈夫在过节时,赠送的一些珠宝、首饰,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价值约上千万元。 他虽然心疼损失,但庆幸自己不在家中,否则窃盗案可能会变成抢劫案,自身安全可能不保。 深绿的江霞在任职华市时作风强悍,还常说自己的爱弯心,正是因为受到老公的感动而来。 而他的老公就是知名的室内设计师杜文正,身价高达上亿,曾帮半导体教父张忠谋设计房屋。 当了二十年的名设计师,杜文正不仅有上亿身价,住家广达百平。 他平时最大的嗜好就是玩搜藏品,外传他曾经捐给陈水扁一百万政治现金。 而2008年大选期间,江霞曾批回台停马的一人不爱台,甚至说出不是人而引发极大争议。 江霞在这次住家遭窃前,还因为突然感到心脏连续痛了二,三十分钟后被送医急救。 根据X光片结果,医生初步判定可能为心脏血管堵塞后来还往医守医院,接受某名医的治疗。 最近他因为进行手术,住在儿子家里,没想到一回到家里就发现家中遭窃。 几十年前,16岁的廖英英,也就是江霞的本名由父亲陪同考完联考。 廖英英的父亲曾是九份国小校长,他在等待发榜,却不知道这个女儿全部故意考零分。 我读初二十,就决定出外赚钱,我不要一家人都为了升学而过的没有尊严。 很早以前我就对父亲说,只要我一个月能赚到一万元,你就不要去上班。 回顾少年的廖英英,如今的江霞仍然不改当年的好墙。 江霞回忆说,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级坚持的人,给他的影响很深,而他个性很倔强,是罚战罚出来的。 设计师杜文正曾经形容妻子江霞,他是个生命力很强,都到哪里都可以生存的人。 从小应景的江霞,凭借在社会翻滚的坚固意志力,在绿色执政后,他成了一个根正苗绿的人。 走入华市总经理事楼层,印象最深的是,墙面上挂满整排包括总统陈水扁致赠的牌匾,以及陈水扁之友会所赠各种感谢,加油的匾额。 这面墙充分传达了江霞的政治色彩。江霞的节奏非常快,走路像一阵风,五官柔美的江霞说话直来直往,说到激动处,会即刻怒火上扬。 媒体前的江霞,让人感觉具强烈霸气及争斗性格。 不过,江霞却形容自己是个性鸡婆的人,和江霞熟视的洗灯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子玄说,江霞是非常热心的人, 有困难找他帮忙,他一定有求必应,全力以赴。 江霞说,他生长在九份乡下,每天坐在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要去谁家,那个人要去哪里,你不知道路,我就带你去。 鸡婆个性就是如此养成的。 原因,江霞的主动积极,在台式董事任内就充分显露。 当时,虽然节目部的经理是小野,可是,江霞对节目制作介入很深。 林子玄举例说,那时江霞想说服王时贤主演流氓教授,王时贤出国演唱时,江霞甚至追到美国说动他。 大众印象最深的是,江霞入主华氏不久,就在全台湾的电视镜头前与杨光友对骂。 当初杨光友质疑江霞不敢参加演艺工会参许,谈到此事,江霞情绪激动说,是杨光友先叫朕他赶来吗? 第二天他就去了,这就是我,我就是个有种的人。 客观来看,和江霞有关的争端,经常是在做防卫性的回应,而不是他主动发动攻击。 江霞自我分析说,他不会先冲人家,除非别人先冲他,江霞的好物强烈,就如他演过的角色爱憎分明。 江霞说,你把我当敌人,是你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 自身经纪人王伟忠不认为江霞是个坏人,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不过,他提醒说,一个有极佳正义感的人,如果有极差判断力,那就会大刀一挥,伤及很多无辜,那宁可不要有正义感。 终生代的记忆里,台湾起起落落的演员群中,江霞的演技有目共睹,而且因为个人的坚持,他成为演艺圈里的长青树,虽然没有大红过, 但是,看过他戏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他,当时,他是个很少闹出新闻的演员。 除此之外,江霞还曾被爆和谢磊有过一段情,不过事实究竟如何,恐怕只有两位当事人才最清楚。 江霞性格直来直去,虽然有不少人表示支持他,但他也因此引来了不少麻烦。 据相关媒体报道,前几年,江霞在出席一场露营造势晚会时,大肆抨击反台支持马英九、肖万长的一人,说不用把他们盗人看。 此话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对于江霞的言论表达不满,而事后江霞本人也否认曾经说过这些话,还扬言对媒体提告。 不过,有人专门向报道该事件的当时在场记者求证,记者表示确实有听到江霞说那些艺人不是人,经过与其他在场同事慎重讨论,才决定报道出来的。 针对江霞的此番言论,岛内知名艺人高凌峰随后赴台北地检署,控告江霞涉嫌公然侮辱,还以可耻,愚蠢形容江霞的做法,并要求他道歉。 高凌峰说,江霞指控反台投票的艺人不是人,是为了他私人利益而撕裂族群,制造仇恨。 高凌峰表示,不论反台投票的人是投给蓝银还是鹿银,都是爱台湾的表现,都应该被尊重。 但江霞的言论涉及公然侮辱,他质疑,若有人因江霞的言论而挑起仇恨,导致林青霞、秦祥林、张爱佳等反台艺人在路上被打。 还有谁敢到台湾投资? 虽然江霞事后否认曾说过不是人的言论,但高凌峰表示,他看电视时亲耳听到江霞曾说过不是人的话, 他痛批江霞敢说却不敢承认,要求江霞在24小时内道歉,或是到庙里发誓他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高凌峰还批评民进党内部包括陈水扁办公室秘书长叶菊兰在内的一些人,事后帮江霞做担保,没有反省的能力。 虽然江霞批评从海外回来的挺蓝衣人不是台湾人,但江霞后来也遭到了同样的质疑。 原来江霞一对儿女长期在美国读书,女儿更是嫁给了华裔美国人。 2004年选前一天,还曾特别飞回台湾投票。 江霞前男友,同样是资深艺人的江斌,接受TVBS专访,透露了江霞儿女送往美国的过程。 在他眼中,江霞如今对海外艺人的批判,是多了一些。 资深艺人江斌,十几年前他也是把儿子、女儿送到其他国家去读书。 然后我们共同的朋友,一个姚小姐在纽约帮他照顾他的小孩,帮他安排住宿了,帮他安排学校了。 点出江霞的一双儿女,从国中时期就在美国念书。 江霞出道时期的男友,也是他四十几年来的好友。 资深艺人江斌说他不能接受江霞一番不是台湾人的说法。 江斌,四年前也好,八年前也好,他出来挺阿扁的时候,我们演艺却没有人骂他,不管是不是人也好,不是台湾人也好,稍微读了一点吧。 许多艺人反过来质疑江霞,宝贝女儿杜维珍,2004年大选,就是从美国飞回台湾投票,那么江霞的女儿该定义算是什么人。 据了解江霞的一对儿女,在美国读书读了十几年,2003年江霞的宝贝女儿在夏威夷嫁给美国核子潜艇领航员。 喜讯还被刊登在娱乐版上,女婿帅气的外表让人印象深刻。 娱乐版特别提到江霞因为女婿是美国军人,还登上美国潜艇参观。 不过江霞一整天对于媒体记者的询问几乎不肯多做回应。 某资深艺人表示,江霞的说法已经对艺人造成伤害,而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从海外飞回台湾投票的不是台湾人,这句话套用在江霞女儿的身上,又该如何定义呢? 因为一句话,成为了台湾娱乐圈的眼中钉,也不知道江霞会不会感到后悔。 但就算性格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江霞在圈中的人员还是不错的。 江霞之前在台东跨年晚会记者会上对张飞、彭、恰恰、康康、李明一及苗可丽等主持人全都赞誉有加。 唯独一提到吴宗宪时,江霞忍不住不赞反批,不要管线哥好不好,我们节目做好就好,吴宗宪有他的优点, 但是,他的用语时长让我们这些婆婆妈妈不能接受。 但一提到综艺大哥张飞,江霞马上吸财地说,飞哥真的说要来华氏吗? 我们当然欢迎他,而且全台湾就这么一个飞哥,我们不会恶性挖角。 但周日跟中午时段都可以让他发会,他不要只是哄我开心,当初我也邀他到台市,但他始终没有答应我,我也很想请他来主持过年特别节目。 张飞也对前往华氏开拓江土展现兴趣,我跟江霞认识二,三十年了,我觉得他是个快人快语,恩怨分明的人,只要有制作人安排,增加节目的量绝不是问题。 但是周日时段我目前不好意思去,因为李明依跟吴启贤才刚过去,怎好意思抢小弟弟跟小妹妹的饭碗? 周五也不考虑,因为跟周六节目相隔太近了,看得出来江霞和张飞的关系还是很好的。